我法師不得其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really important I like to sleep 這件事給你想做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 MyMyCooking MyMyCooking已經來到第40集 真是衷心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的支持和留言 今集就不教做蛋糕了 教大家做一路以來強烈 要求我去做的就是這個泡芙 希望大家今集都會喜歡 讓我去做了一路 發動的風格 資格 它的 Font 像叫做這裏 準備功夫時間 首先在焗盤上鋪上牛油紙 然後把雞蛋發好 然後把低筋麵粉過篩 最後把焗爐預熱200度 先把無鹽牛油和水煮出煙 然後把砂糖拌勻 然後把低筋麵粉拌勻 把它變成粉團 起初拌勻的時候 就像一個糊狀一樣 慢慢就會變成粉團 記得拌勻的過程最重要是快 因為很容易會... 焦底 粉團攤中了之後 就可以加入發好雞蛋 拌勻 成為麵粉漿 然後就可以把麵粉漿放進櫃袋裡 然後就可以把麵粉漿打圈 擠在焗盤上 這樣就形成一個一個小的圓圈 當然你也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去擠其他的造型 在焗之前記得用噴水會噴清水 之後就可以放進焗爐裡 焗大約15分鐘就可以了 在焗泡芙這段時間 我們就可以準備一些忌廉 很簡單就是把這個甜忌廉 加入這個砂糖 打到它站起來 之後就可以放進櫃袋裡備用 放進去 焗好的泡芙 我們需要放涼一會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牙籤 在泡芙的底部 切一個小洞 最後擠入這個忌廉 這樣就完成了 放進去 裡面就完成了 上面可以放進去寬冷 但是按這個擠入保鮮膜 要用保鮮膜包著它才可以冷 好了 泡芙的影片就看完了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今集就沒有這個試吃 為什麼呢?因為很不幸地 我就不小心刪除了我試吃的片段 所以這一段你現在看的我已經是補拍的 所以是沒得試吃的 但是在這裡也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首先把打好的忌廉放進冰箱冷凍 然後把焗好的泡芙放到沒那麼熱的時候 就再擠一些忌廉進去 然後再吃 口感是非常有趣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皮脂脆的又暖暖的 裡面的忌廉又濃 這個口感是非常好的 大家不妨去嘗試一下做這個忌廉泡芙 也希望解決到大家 一直以來要求我做這個泡芙的影片 滿足到大家之後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我的MyMyCooking 繼續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收集我的影片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見 做一個小明珍 的小明珍 我們下集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